第一小题就是说 背景图片请使用0103.gif 所以背景图的话就是格式 有没有,一样背景 刚刚是背景的色彩 不过现在要背景的图片 所以你背景图片的地方打勾 浏览去找到Images 因为图放Images里面的0103 按一个开启 这样子就会有一个背景图 按确定 确定背景图 蜻蜓就进来了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它说请将复图之0102 与0104做合成 存成0106.jpg 这部分的话我想这个是下一次再讲 然后我们先跳到第三 0106校长的话呈现 必须要在这个像 这个后面的这个大小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特别注意 因为它要做法是 左边是图,右边是字 所以我们要做排版 那排版的话在Word里面直接可以做 可是在网页上面会有一些限制 必须用表格 这个表格的话呢做排版 那表格的话特别注意哦 表格就是用一列的表格 但是要分成两栏 两栏 就是说左边一栏放图 右边一栏放字 这样的话用表格做排版 那特别注意表格就不要有框线 所以你要表格就插入一个表格 选择呢一列两栏 两栏就中的嘛 然后呢要不要自中没关系 你这边的话框线为0 好这个比较重要 按确定 这样子 这边一列两栏没有框线确定 再来的话就把那个校长的预照 这边可以移到中间移过来一点点 因为图应该会比较小 字比较多 那因为我们那张图还没做啦 你暂时先用那个0102这一张好了 直接把它拖拉过来到右边 这一张图 那到时候这个背景会换掉 那大小这张图的大小 它要求我们是多大呢 宽100有没有 高126 所以呢你就点两下 在这边就可以指定大小这边 宽度的话是100 高度的话呢就是126 那特别注意啊 如果你126一打 奇怪你会发现又变 有没有 这两个数字一直在切换 没有没有 这个 这一定要取消 因为很多人喔 最后都做不出来就卡在这里 这个一定要取消 很重要 100 这样子就可以保持比例不能打勾 预设时有打勾 决定 好这样就好了 好像感觉人就变瘦了 人就变瘦了 那这个可以再移过来一点点 那字的话就可以把它打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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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